她在我眼皮子底下 还整天小心思不断 现在要去当飞行员 跟我开始异地恋了 我怎么能放心 她每天训我 训得跟小朋友一样 每次吵架我都让着她 对她百依百孙 她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她对所有的女孩都特别好 甚至还跟前女友有联系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正常联系而已 是她想的太多了 她说的她自己都不相信 我怎么相信她 现在要么是她留在我身边 要么我们就分手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廖 24岁来自贵州学生 女嘉宾小谢 23岁来自贵州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怎么认识的 我俩之前就在网上认识了 然后后来回家的时候 有一次出去玩 她发现我也正好在那儿喝酒 她就来找我玩 不是 你们在哪儿喝酒啊 在老家 酒吧 你在酒吧喝酒 她去了酒吧 酒吧偶遇 对 然后就好了 没有 然后她就等我们回到天津以后 就追我们 老乡在天津读书 是这意思吧 对 那我明白了 小片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啊 要当飞行员了 对 好啊 去啊 但是她现在不放心我嘛 她说咱们一地 她说我现在就 总和女孩关系挺好 她不放心我 你喜欢飞吗 对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那就飞呗 但是就因为这个时候 现在天津和她吵架 干嘛呀 她又是去当飞行员了 然后我要考研 然后我考研究成以后 我俩肯定就异地了 我觉得异地以后 她肯定不行 就是现在我们俩天天 她在一块儿 她都好多这种花花肠子 那等到一来地以后 我还怎么好好学习 就天天想着她 和这个女孩聊天 和那个女孩出去玩 不是 她现在 怎么个花花肠子呢 小片里面好像 我记得听到一耳朵说 在我眼皮子底下都这样 是你说的吧 对 她在眼皮子底下 都干了哪些事 就一开始 反正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就觉得都挺好的嘛 她对我也很体贴 结果后来再一块儿几个月以后 发现她对所有女孩都这样 给人拿快递 送人回家请人吃饭 然后在八月豆腐 说我俩在家的时候 她还和女孩出去喝酒 喝到半夜 那天我还在生她的气 生她的气 她大概下午七八点 去和那俩女孩 三人出去喝酒 喝到差不多凌晨一点 她想起来我生气了 然后过来我家楼下说 你下来呗 那我那么生气 我不可能说我就下去 我就说我不下去 您知道吗 她走了 她走了 而且您知道 她走去干嘛吗 跟女孩接着喝酒 没有 她去送人女孩回家去了 那不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吗 这都散了 还专门跑回去送人回家 这些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那姑娘 看到手机 真的 是 你没干什么 乱七八糟的事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了 假期的时候 我们是以前高中的同学 假期约了出来一块喝 而且之前也有男生 只不过提前回家了而已 然后最后就剩我们三个 就因为这个理由 你就不让她去飞吗 不是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有呢 她一群而可好了 她好多好多前女友 和人家那关系还都特别好 怎么个特别好 其实分了以后 也没怎么说过话 但是微信怎么还在 真的没说过话 没联系吗 你借钱给人那事 你说一下 说吧 那不说也不行啊 你这到这儿了 你完全是那个 这就属于那个 带着证据来的你知道 你借钱那事你说一下 他其实把它翻译过来说 你把借钱给你前女友 那件事的前因后果 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这事已经不用说 我们知道他把钱 借给前女友了嘛 你就详细细地说一遍吧 就有一天我刷朋友圈嘛 然后看她发 她差一点钱买东西 然后我想着正好 刚发生活费嘛 就转给她了 就也没说什么别的 就当成一个正常朋友了 就她发了个朋友圈 说我缺钱买东西 差一点钱 你就把钱转了 对 没有当前女友了 就正常朋友嘛 我差点钱买东西 说咋不给我转钱呢 就给人转 咋不天天在一块 怎么没听 那那天我在一块 给他转钱 不是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发她手机 哎 手机 就没有三 聊天记录的习惯就 倒是谈的 你没钱 你跟她说她给吗 我不会跟她说我没钱 人家也没跟她说 人家就发条朋友圈说 我最近缺点钱 怕给人把钱转过去了 我一天暗示你那么多遍 不见你给我转点钱 不是 我的意思 你不是喜欢看她的记录吗 她在这记录里面 除了她前女友说缺点钱之外 还有其他朋友说吗 好像没有 没什么人找到这 其实要是有科学性的话 应该看看其他人这么说 她转不转 你像我们要这么说 你转吗 应该不会吧 好 好 你像左老师那样的美女 要是说你转吗 转 你看 倒是坦的 所以这就是女孩担心的地方 是吧 可是你喜欢的 不就这么一个男生吗 就是我俩每次一吵架 因为这件事情吵架 她就还是挺体贴的 而且就认错认得非常非常好 特别虚心地认错 但是坚决不改 她这个坚决不改 就是她喜欢跟异性在一起交往 还是胡来 喜欢和异性交往 而且我觉得她想找备胎 她为什么想找备胎呢 就是平时我们俩一块出去 比如说吃饭啊 到处玩一玩 拍点照 然后呢她发朋友圈 然后那天我翻她朋友圈一看 点开那个屏蔽了谁 有她前女友 然后呢再往前 发我俩合照 再点开看一看屏蔽了谁 就没屏蔽谁 就是只有我和我的朋友能看见 别人都看不见 就我俩刚在一块没多久 就因为平常可能比较 内向比较害羞嘛 那我就只想让关系比较好的人看见 就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那上月9月7号 你屏蔽前女友是为啥 9月7号屏蔽了前女友 是为啥 这都带着时间的 就差地点了 来 人物也有了啊 为啥 这个是我错了 你干了什么 就和她 发合她的 然后把前女友给屏蔽了 发跟她的合影 把前女友给屏蔽了 屏蔽的目的是什么呀 就分手的时候答应她 然后以后秀恩爱的时候 把她屏蔽了 你直接删了不行啊 现在前女友的都删了吗 都删了 全删光了 都删了啊 行 那你们俩处着这有啥意思啊 你天天不就处在一个 抓特务的阶段吗 今天特务干了这个 明天特务干了那个 你把特务弄出来 枪毙了不就得了吗 你还是留在看着她吗 不能 所以她的心都不在你这 你看着有用吗 你心在她这吗 我当然在她 而且就是 我喜欢看演唱会 今年有一次 我去一个地方看演唱会 她就非得和我一块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情好吗 但是以前我去 她都不和我去 我今天要去的那个地方 她就一定要和我一块去 我也不知道为啥 为啥 我说不让她去 她还生气 后来我一打听 她前天有站在那儿读大学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没有 就真的只是 想和她看一场演唱会 没和我看 就我自己看的 我和我朋友看的 她也没和我看 那她去了吗 去了 和她前女友见面了呗 见面了吗 见面了 你打着以陪现女友 看演唱会的名义 和前女友见面去了 是这意思吗 没有 我去那儿以后 她看见我在那儿 她就约我吃个饭 她怎么能看见你在那儿呢 我把朋友圈在那儿 不是说要屏蔽吗 她只屏蔽我 这个你们俩好了多久了 快一年了 飞行员这个应该挺难考的吧 对 对身体素质要求特别高吧 对 然后全过了 全过了 对 行了 你就成全一个孩子 上蓝天的梦想吧 你就放过她吧 舍不得 还好 反正要么就是她别去 要不然呢 要么就分手呗 等于你现在要让她 在你和她所谓 她的这个飞行梦之间 做一个选择 是吧 有你没飞行 有飞行没你 是不是这意思 是吧 好 你能给我们形容一下 你这一年来 这个跟她谈恋爱的 这个感觉和感受是什么吗 开心的时候 还是很开心的 好 就好的时候很好 但是一看见她这件事情就 没办法嘛 就会去多想 能接受是吧 不能 不能还熬了一年多 就吵了很多架 吵了很多次 就是我一生气 我不理她 她就各种找我 然后弄得自己可惨了 我就只能去见她 然后见了她以后 就肯定会原谅她 那你为什么这样呢 我确实没想什么别的 就可能太傻了 就感觉什么都没有什么 然后就 以前东西都没改过 和陈律友的联系 什么的都没改 就是等于你跟她谈恋爱 但是你并没有觉得 我不知道我这理解对 你并没有觉得 你专属一个谁是吧 没有没有 还是个自由的还是 不不不 就是只是不在意以前 那些东西了就没动过 就你觉得你跟她谈恋爱 那你是一心一意的吗 对 我当然是一心一意的 那你跟那些女生 你现在女朋友很介意嘛 我们就假定 其实什么也没有 对吧 就真的什么也没有 对 她就是真的什么 但是她很介意就叫有嘛 可能以前感觉确实没什么 但是现在她说了以后 我都有改 改还改成这样啊 你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吗 就两个人之间是什么 你觉得我们俩有关系吗 没有 你觉得她跟陆琪老师有关系吗 没有 没有是吧 我真的觉得她跟陆琪老师有关系 他们俩就真的有关系了 如果我是她的男朋友的话 因为我心里不舒服 这好女孩对你现在的状态是一样的 也许你说我没有 我没有处理不当 但是在女孩的心里 你看刚才都要哭了嘛 对吧 女生说我 我就想着就是那样的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你说不清楚 所以在意另一半的感受这件事 特别重要 那现在两个人就僵在这儿了 那你愿意为她放弃飞行梦吗 这个毕竟是我从小的梦想吧 可以说是 然后高考的时候 政策还没改就差一点 现在政策改了我就过了 然后就还是特别想去 等于现在在读大学 对 现在在读大学 从大学里招的 对 大学一会 真的不容易 选一个 飞行还是她 我觉得我都放不下 这必须得选啊 其实我也不是说她非得放弃 你别说人让人选 我 我愿意放弃飞行 真的假的 真的 真放啊 放 就为她放是吧 放 你接受吗 你敢接受吗 不敢 又害怕 所以这是我们经常看到 一种情感关系的模式 就是我总拿一件事来说 说完之后 我用另外一个事 我一定要你做个抉择 其实当你理智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逼对方做那个抉择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他按你的想法做了 你会背上一个包袱 他没有按你的想法做 你会更买手 不如就解决 单纯下这段情感当中 出现的那些问题和麻烦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小廖啊 我一开始啊 以为你是一个护花使者 谁承想 你是个辛勤的园丁啊 有多少花花草草啊 在你的生命里面 她有多少个前女友 七八个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些故事 都是跟不同的前女友发生的 是吗 嗯 然后你把那七八个前女友的 所有信息全部都删除掉了 对 你们两个谈了多久的恋爱到现在 快一年了 是你谈的最长的女朋友吗 不是 你还有更长的吗 有 真的是看不出来 你取快递 请吃饭 这些是只限于女生 还是也有男生 正常朋友也有男生 有吗 会有 那其实也还好 对 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他只是一个 就是愿意和人交往 然后偏异性的这样一个男生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因为感觉就大家朋友关系挺好嘛 就帮一下 但是你的前女友们在你心目当中 是不是分量很重 不不完全放下了就 那为什么会给人家转钱 过去看人家 可能还当一个朋友吧 你的女朋友如果和他的前男友 有藕断丝连的事情 比如说跟他的前男友有互动 见面 吃饭 可以吗 就有过我也生气了 你也会生气 因为确实有过 他是朋友啊 就普通朋友 你也会生气 你就他这样的事情 你做了什么样的行为 发脾气 就说明你对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认知的 你知道和前女友这样 藕断丝连是不对的 但你还要做 为什么 因为 你没有那么在乎他的感受 你刚才说你愿意为他放弃 飞行员的梦想 我觉得你不会 我并不是说你放弃了飞行员的梦想 和他在一起就一定是对的 但是这是你的性格使然 你到现在为止你就是没玩够 你们两个在哪认识的 在酒吧里认识的吗 就是在一个玩的状态下认识的 你现在要求他再也不去酒吧 是不可能的 你喜欢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既然爱他的柔情 你就只能接受他的多情 所以这个命题当中的选择者是他吗 不是 是你 你到底能不能接受 和这样的男生继续交往 我告诉你答案 你不让他去当飞行员 他去了别的地方工作 你担心的那些事情 如果有就还是有 如果没有就是没有 你懂吗 并不在乎说他到底是在天上 还是在地下 而是他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实你心里最明白了 所以你要做的决定就是 要不要继续跟他享受当下 这种爱情带给你的幸福和快乐 还是快刀斩乱麻的决定 放彼此一个未来 好吧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左杨老师 来 这样的男生不只是中央空调 他更像是叫习惯性的暖男 习惯性的暖男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你出现暖你 明天他出现暖他 就他以前和前女友谈恋爱的时候 和现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程度的差别 是对人是一样好的 那你变成他前女友的时候 你要发个朋友圈说缺钱 他也会见一切 他就是习惯性的暖嘛 你一开始就提出说 你为了我 你不要去当飞行员这件事情 这一听就知道是气话 就没有人会把他当真 他都不会把这事当真 为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去阻止一个人成长 那姑娘 其实你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于你的安全感的缺失 但是一个人的安全感 一定不来自于另一个人 你要来自于另一个人 给你安全感 哪怕你来自爹妈 给你安全感都不靠谱 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 安全感来自于 我完全可以离开你 离开你我会伤心我会痛苦 但我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 来自于这一地方 来自于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吗 所有的事情都是考验 所有的事情也都不是考验 当你们真的说 这个爱情是足以支撑一辈子的时候 异地算什么考验 当异地变成一个巨大的考验 或者说前女友 别的女生是一个 那未来还有空姐 都变成一个巨大考验的时候 那本来就不足以让你们变成一辈子 所以看清楚自己的心 看清楚自己的道路 不要总盯着别人的道路 你没有任何资格去阻止别人的道路 你只能走好自己的路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刘娜老师 飞行员 这个职业将会是一个 有更多空白时间的一个职业 因为你只要在天上的时候 你的手机都是一定关机的 然后在你执行飞行任务的前一天 是一定要备班的 就是一定要住到机场的酒店 就是他们航空公司指定的酒店 也就是说他在一周 如果说要飞三天以上的话 基本上有六天吧 都不会跟你见面 这就怎么过啊 天天你都在想 他在备班的时候在干嘛 对不对 在要飞个国际航线 妈呀 一走一个星期 怎么办 我们说回男生啊 你看他选择的职业 飞行员 你再看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 我们不一定怀疑 他真的跟这些前女友 或者这些女生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享受被女生环绕的感觉 他享受光环 被关注的感觉 飞行员多帅呀 只服一穿走在机场所有人都看 在前女友面前永远都是一个暖男形象啊 我曾经对你承诺啊 我谈了女朋友 不给你秀恩爱秀幸福 我就不让你看 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享受光环的这样的一个男生 又说回来 你给你前女友的承诺是做到了 那现女友的呢 屏蔽你的社交圈一定有问题 不管你有没有实际上的行动 首先你对他的忠诚程度就出现了问题 忠诚是什么 忠诚是舍弃 忠诚是拒绝 因为我爱你 我愿意为你舍弃所有的诱惑 因为我爱你 我也愿意为你拒绝所有的诱惑 其实男人的幸福来自于什么 男人的幸福来自于控制自己的欲望 当然你现在年轻 可能你有很多的事情都在尝试 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这句话 在未来道路上 否则你会吃亏的 因为不一定 所有跟你在一起的这些前女友 愿意跟你见面 愿意跟你喝酒的这些女孩 对你是真心的 人家说不定也是跟你爸爸而已 是吧 珍惜眼前人就好 好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善大老师 来 图老师 你知道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 意义截然不同 对于女人来说 婚姻的意义在 对于女人来说 不二人来说 或对于女人来说 她不她的女人来说 对于女人来说 她偶然那语 对于女人来说 我不是我说 我跟她的女人来说 不一嫉害 我们好像有种人在 athletes 这些女人都会 我 出品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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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60秒 我也是真的很想和你好好在一起 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天天被你训的 我也愿意改 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改 那些不喜欢的事 你说了我也可以马上改真 就不希望每天惹你生气 也想和你好好再快 就舍不得你啊 看我干嘛 我考虑一下 你说了那么多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改过呀 说了你那么多次 我都会改的 我都会改的 你说了我都会改的 你说你会改 你真的 但是你没有改呀 我会改 相信我 想一想 请亮灯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